五到十一歲兒童第二季陸續在各縣市接種 不過桃園一名八歲大女童 在六月二十四號打完第二季BNT 三天後突然發燒 接著失去意識 經過兩天搶救後仍宣告不治 家屬無法接受懷疑是打疫苗的嚴重副作用 希望法醫解剖後能還給他們一個真相 疫苗不良反應讓不少人卻步 胸腔科醫師蘇一峰在臉書分享 依據芬蘭 挪威及丹麥三個國家的大型研究 各家出的疫苗只有打AZ疫苗後出現的 腦境脈血栓風險比沒打疫苗的人增加了十二點零四倍 出現血小板減少症的機率也增加了四點二九倍 民眾該如何選擇 醫師建議對於害怕疫苗副作用的年長者 可以施打Novavix疫苗 發燒比率不超過2%到3% 嚴重過敏反應也很少見 預計7月中下旬就能施打 記者桃園綜合報導